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戒备最高额度30万 甚至其他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和银行 跟用户发生接待关系时 也会以芝麻禁用分作为参考条件 互联网医疗也会选择振分600以上的用户优先合作 比如前段时间在某个城市推广的支付宝绑定医保卡进行刷脸支付 可先看并后付款 就连我们的中国公路也选择了支付宝合作 支付宝分550以上的用户 不用安装ETC也可不停车收费 只要你支付宝绑定好车牌 优先选择车牌付就可以了 但目前只在河南省可以使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他省也会陆续的开放 但也有网友吐槽 支付宝分虽好 但三年没涨了 由此可见支付宝分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 大数据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信用 保护自己的芝麻分 人但失去了信用就失去了所有 即便是失败了 但只要还有信用 你就依然可以东山再起 你芝麻分多少呢 花贝和借贝多少额度呢 你有什么好的提升芝麻信用分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吗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